嘉宜蒜頭湯匆五分子車能夠結尾 要把速度上萬的五分子車 延伸到最快的嘉宜隔壁站 以及國共南民議區 去年嘉宜官府議長丹宜樂 第二回就提案 第一期和1.5期要合併來辦理 提供文化館公和這三個博物 才能夠割大效益 我們是不是第一期接到高鐵 跟第1.5期要接到故宮南院這個要合併 其實這價錢沒有很多錢 但是對我們國共南民 他甚至帶動我們的六甲、好主、泰寶 臨近的鄉頂 他絕對可以帶動更多的觀光人潮 然後讓我們的鄉頂可以更繁榮起來 行政已入所請求 17核到蒜頭湯匆來實質 全佈協定蒜頭湯匆到國共南民 觀光鐵路的價位 才有五分子車能力 來串人酒餅的路由經典 待會 我在這裡大眼 就是要把這塊顧過兩年 兩億五千萬不能再叫大藤出來 前瞻預算 人家跟人家過好了 就把它開爛 整個要做 不能人家要做 做得更近 這不是什麼多困難工程 這個頭前就能當 好 這個 今天來你看 八月就今天好頂也把阿鎖在這裡 我如果沒有好頂也能夠 到這裡才可以開始擔工 所以到這裡完工 不要這樣啦 我可以當這個東西 用地變更你就要變更這麼多花錢 你自己要做這麼多花錢 所以要當工廟 你怎麼會當這塊 五文仔車要把頭前移動 對嗎 管長 翁張梁表示 感謝疫苗支持這個價位 管理未來和高通部 台藤公司 國共南民 積極來合作 正應後我那些路線工程 以及車稍優化 它是最快的高鐵 連接最慢的五分車 那這個五分車的連結 把高鐵站 把蒜頭糖廠 把故宮南院 能夠做整個的串聯 要以故宮南院為中心 這個區域 要變成是地方文化產略的紀錄 那才有可能帶動這個都市的發展 那我想這個五分車的到來 剛好創接了所謂總統獎的 地方的文化產業紀錄 這樣的一個連結 算到湯匆五分仔車 能夠結合 能算是有多處外台 提供UK的路車關公 可以做全國為它 上經和上萬的鐵機錄來修圖 帶動地風三業發展 希望發展出有特色 有趣味性 有危機性 五分車倒爛的路線 既然換黑街關 參謀的